你能够保证我们夏冰狼部落可以完全没有生命财产安全的余力吗 对不对 你已经违法在先了 对不对 违法变合法 你是根据哪一条把违法变合法的法条来弄出来 这个就是美丽湾的又是一个方法嘛 把我们原作面的传统利益又叭拨抖下去 台东县政府前往夏冰狼部落召开第二次说明会 招民众认为顶岩湾农业专区是让违法变合法 台东县政府计划将顶岩湾地区规划为凤梨世家农业专区 及解编顶岩湾保安林地 当地族人认为不但漠视当地居民土地权益 重经济解编保安林地做法 可能让部落有水土保持问题发生 顶岩湾农业专区部落族人认为 县政府没有考虑当地族人跟这块土地传统历史渊源 认为县府在说明会上技术性规避 顶岩湾市悲难族传统领域的事实 让族人认为这是场不公平的说明会 有一天如果大家对水土保持的设施没有做好 那如果你们还活着的话 我们要向你们去追究这个责任 但是网易你们都不在了 那这个责任谁要去赶这个责任 不要凡是要用 但是水土保持忽略了 到时候赚钱的是你们 我们被拆害的是我们下游的人 其实我们现在都也不用说 大型的机械去开发 我们顶约纯粹种水果 对不对 像零物局我们都是有大型的开发 零物局一定是第一个反对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我们都排除在外 我们纯粹只是说 让农民的生计施加的收成更好这样 对于这个原住民传统领域 我们这边还没有编定这个部分 大家都在努力 袁明慧也在努力 很快我们就可以编定 我们使用这个传统领域 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上面 把木头全部扛光光 种东西就是我们在使用 我们在山下 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饮用的水源 我们要在上面做很多植物 它是每一个季节 每一个季节代表 每一个生态的族群 不一样的一个 互相照应的一个环境 经济农业推动 随度保持问题 与传统领域范围 是这一次说明会的重点 部落族人跟现有农民 及政府面对顶红湾 各有自己的意见 整场会议出现僵局 但对于住在这里的 北南族人而言 面对殖民政权 未将土地交回 还要让后来开墾农民 拥有这些土地 当地北南族人认为 台东县政府做法 很不公平 记者文贵卡德德班 台东北南报道